说一本书给你听 我是皇冠的总编辑许婷婷 今天的总编开讲要跟大家分享一本原著小说 这个原著小说的改编剧集呢 它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受到很热烈的讨论 这个剧集就是后裔戚兵 而后裔戚兵它描写一个主角 它在下棋这个夺冠之路上 它所面临的孤独以及它的欲望 剧集的描述非常的吸引人 剧情整个高潮迭起 不管是美术或者是主角的表演 都令人非常的惊艳 那这一次呢要介绍的这个后裔戚兵的原著小说 我打算就是从五个面向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已经看过剧集了 为什么还要再看这部原著小说呢 其实有很多剧集还来不及 拍摄出来的细腻描写的 早在原著小说的时候 作者就已经很精细的把它写出来了 那以下就是这五个面向 大家可以从原著小说里面去找到答案哦 我们在剧集里面可以看到贝斯他不时他会闪见出他跟妈妈之间的一个片段 回忆的片段 但是在剧集里面贝斯的父亲几乎是缺席的 但是在小说里呢 我们可以在几个关键的情节里面看到贝斯对他爸爸的回想 其中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故事点就是贝斯他在孤儿院的时候 他就面对了他自己药物成瘾的一个问题 那有一个很精彩的剧情就是他去偷这个罐子里面的绿色药丸 那他去偷这个绿色药丸的时候 剧集是一闪而逝 偷取之后就过了 但是其实在小说里面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他回想起那个在他记忆里面常常缺席的父亲 他的父亲交给他一些技能 让他在这个第一次面临自己欲望的时刻呢 回想起他的爸爸 这个是我觉得小说里面很细腻的一个描写 大家如果有看剧集的话 对乔林这个角色印象应该都很深刻 他在孤儿院里面是贝斯 就是唯一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同侪 那乔林因为他很扫熟 然后讲话又很直接 所以对某部分来说 他其实引领贝斯去面对他 比较真实的自己的那一面 那在剧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贝斯他长大以后 他面临了一个生命中很重要的难关的时候 也是乔林对他伸出援手 但是在孤儿院里面 乔林比较像是他就是一般的陪伴 但是在小说里面有一个很 我觉得是这个小说里面很经典的一个情节 非常精彩的地方 其实贝斯他的夺冠之路 同时也是他面对他自己自身的孤独的道路 然后我们在看到这个整个的很艰难的过程中 其实他一直不断的去想要让他自己的 第一个是让他的天赋自由 他有这个下棋的天赋 但他怎么样去释放他的天赋 完成这个中间经历过的一些磨练 这个是一个可看点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让他的财富自由 我们在不管是剧集或是小说里都可以看到 他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比赛 然后在这个比赛里面获得非常丰厚的奖金 那这个奖金贝斯拿来做什么呢 其实我很喜欢书里面描写到 贝斯原本对他自己 他的养母帮他打扮的这个 他的衣服 他其实是不怎么满意的 那他拿到他的奖金之后 他去了他喜欢的百货公司 挑了他喜欢的衣服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去挑了这个西洋棋的书籍 还有西洋棋的这个棋组 那他对他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让财富自由 让天赋自由 让自己获得满足的一个时刻 这个我觉得在书里面也有很深刻的描写 刚刚讲到他在孤儿院里面面对了自己药物成瘾的问题 当孤儿院的大人发现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行径的时候 他们斥责了贝斯 但是贝斯那个时候说了一句 我觉得很酷的话 他说如果你们反对的话 你打从一开始你就不应该把药给我 我觉得这个是小贝斯他第一次很大声的说出他对大人世界的这个反抗 那其实一直到他长大之后 他成为一个天才奇手 有很多杂志采访他 杂志采访他的时候的标题用的是天才女奇手 可是贝斯对这一点就发出了质疑 他不只是天才女奇手 他不懂为什么要专注在他女性的这个身份 这个部分呢 就是从他小时候对大人世界的反动 一直到对威权世界的反动 或者是对男性世界的反动 在书里面都有更深刻的描述 我们在剧集里面看到他跟两个男主角 都有一些很精彩的对手戏 因为剧集里面这个女主角 他其实没有流露出太多的他的情感 我们看过去他好像就是比较冷酷 然后比较内敛一点 但在小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比较细致的 这个情感的变化 情感的流动 其实这两个男主角对他来说算是 不只是他有一点心动的对象 甚至对他来说是亦师亦友的陪伴 在几个关键时刻呢 都帮助他共度了这个难关 然后也让他就是一步一步的达成世界的巅峰 那《后遗七兵》我觉得是一部 很适合拍成影集 但同时他的原主小说又非常深邃 非常深沉 很吸引人一探就近的一个作品 如果你已经看过这出剧集 那么非常推荐你一定要看这部小说 那如果你连剧集都没有看过的话 那也非常欢迎你从小说开始入手 那这一次呢 《皇冠杂志》的四月号 同时也做了这部小说《后遗七兵》的小说影集的深入的报道 里面有很多篇精彩的文章 都是有关于这个小说改编成影集 他的进一步的深刻的剖析 非常欢迎大家在看书之余 也把《皇冠杂志》带回家 《后遗七兵》推荐给大家 谢谢